欢迎收看本节目,我是主持人圆圆 双十一抢先购天喵国际进口超市抢第二件零元 需要的请点击简介链接 近日张子怡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女儿醒醒打预防针的旧照 在照片中,醒醒穿着白T恤和黑色蓬蓬裙 头上绑着两个精致的辫子,看起来落落大方宛如一个小公主 虽然年纪才六岁,但醒醒在面对打针这件事情上 却有着超乎许多同龄人的勇气,沉着又冷静 看起来非常懂事,连妈妈都直呼女儿很优秀 在曝光的照片中,醒醒全程表现得相当淡定从容 一脸微笑看着护士小姐帮自己消毒扎针,没有任何胆怯 甚至在扎针时,醒醒还亲眼盯着胳膊扎入到自己的胳膊里 完全不怕疼,打针这么省心的小朋友实在是难得看见 不过,一直以来醒醒宝贝都有着超乎普通小朋友的大胆 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到农村抓鸡玩 长大了一点点之后,她更是大胆地直接抱着蜥蜴合照 甚至在面对一些大多数女孩子比较害怕的软体动物时 她也是一脸兴奋,看起来充满了好奇心 能够做到拿着小蛇在手里把玩的孩子实在是过于罕见 张子怡不仅自己胆子很大,教育出来的孩子也完全复刻了她的性格 即使未来形形长大后,选择不跟妈妈一样进入娱乐圈发展 无论她到哪一个行业,这种坚强大胆的性格都会成为她的闪光点 很多人都觉得女孩子就是要养成温柔恬静的大家闺秀 但事实上,像张子怡这样把女儿教育成一个勇敢又独立坚强的女孩子 也很值得大家学习 点赞了吗?关注了吗?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